弟兄姐妹你们好 今天我们要谈一个课题叫做私欲 圣经在雅各书说 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试探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其实当人读到这处经文的时候 都会认为私欲是负面的 是邪恶的 其实不然 虽然私欲常常成为我们犯罪的动机 但私欲本是神创造人的时候 放在人里头的欲望 当神造万物的时候 神说神看着是好的 所以当神将万物赐给人的时候 神赐福他 叫他也看为是好的 所以叫他借着他的欲望来领受享受一切 试想如果我们没有欲望的话 连吃一顿饭都不能享受了 我们必须有私欲才能享受一顿饭的喜乐 我们必须有情欲才能享受与配偶的爱情 与亲人的亲情与朋友的友情 那在精神方面 人也需要有资欲 所以当我们得着新的学问的时候 我们才能感到那个满足 甚至是道德方面 我们也是有欲望的 所以我们人本有形意的可欲 所以当我们帮助人的时候才能感到开心 我们看到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心里的那个道德欲望 叫我们抱不平 渴望公正 所以弟兄姐妹 不管是身体上 精神上 道德上 人都具有欲望 所以私欲可以说就是欲望了 是人里头渴望的好 渴望的美 所以弟兄姐妹 这原是神照人的时候 放在人里头 叫他享受万物万有的机能 神绝对不愿意 人禁欲或是导控自己 那本不能荣耀神 当然我们要问 为什么圣经每次谈到罪的时候 总是说到欲望的事情 那今天我们要探讨这件事 让我们翻到一幅所书第四章 第二十一节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救人 这救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的 让我们再翻到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 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 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自私欲来的吗 第三节 你们求也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妄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眼了中 各位弟兄姐妹 以夫所书说到 我们的救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的 那什么是救人呢 救人就是我们里头的以身俱来 不认识神 也不荣耀神的性情 当这个性情面对了人性本有的那种 想吃 想玩 想爱 想知道 甚至想行善的那欲望的时候 这救人就会借此行出满足自己的一切举动 在这一切举动的核心 都是为了自己 不是为了神 更不是为了神的荣耀 人为了自己的肉体的满足 吃 喝 假去 所以走到厌乐和精神的满足 人为了精神的满足 而继续读书 累积知识 所以结果 有些是落入了崇高知识 或者就是成为一个无奈的人 因为知道了越多 看见自己越不能 他虽然知道了很多的科学 社会学 心理学 哲学 但不能改变人类 不能改变世界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人成为更无奈了 有些人借着道德欲望 天天要行善 但却不晓得永生的路 反而是以自己的功德为满足 为骄傲 这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了 所以当人离开神 失去了对神的知识 看不见天国为本相的时候 他的欲望就是叫他走向更自我的光景了 他是越相信自己 越离开神 结果他是无形中会犯更多的罪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世人的灵里面不理解的事 但你们要理解 因为圣经说 你们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也学了他的真理 所以你们会晓得 你们的私欲 不但是给你们需要 也给你们方向 在你满足你的欲望的时候 你里头同时要满足的对象 那不是你自己 那是照你的上帝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好比说 当你领受美食的时候 当你出外旅行 看到美景的时候 当你与家人朋友在一起 谈天说笑的时候 你先要知道 那是神为你创造的喜乐 叫你享受 所以你在做这一切的时候 你心里当荣耀他 喜悦他 然后你要借着 你享受的这一切 得着能力 来侍奉他 传扬他的福音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当知道 基督徒不是没有感觉的人 相反的 我们是在做万事的时候 能够感定到神的同在 圣经吩咐我们说 要自食身体的恶行 但不是自食我们的欲望 或者私欲 但愿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 对我们的欲望得到方向 使我们不管在说话 行事 生活 都叫人感触到我们里面 从神而来的喜乐和智慧 哪怕是有试炼 苦难来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彰显出 神满足我们的心 但愿透过今天的信息 我们会晓得 怎么借着我们的一切 来荣耀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